今天我们要挑战的拼图叫欧元危机 正反拼图的设计师是这个名字 不知道是不是巧合 我买的很多puzzle都是德国的 拼图一共有12片 玩法是把它们平铺进这个盘子里 话不多说我们这就开始 拼图是有正反之分的 我们只能让正面朝上 到这个位置已经没有合适的拼图了 虽然没有成功 但我还是找到了一些规律 盘子一圈的圆弧弧长都是不一样的 对照硬币的弧长 可以给它找到合适的位置 放在这里刚好 两个角都是平的 当然了也不一定只有它合适 再来看看其他的 这一块也是可以的 另外几块就不行了 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可以节省掉很多时间 至于这两块哪一个是对的 也只有借助我们经典的穷举法了 第三块没有两头齐的了 但我可以确定一点 像这种比它弧长还要短的拼图 是不能放在这里的 先随便放一块 我们可以通过上面这一块 来确定它是不是对的 这一块放这里是刚好的 这里不行了 把它换掉 这一块更合适 两边都齐了 哎 这里又没有了 也不行啊 换成这一块整的呢 颜色和缝 感觉这次应该没问题了 好的 搞定了 太爽了 今天这个屁股进来的非常顺利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放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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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我们要玩的puzzle是一款比较特别的拼图 我们先把它打开 拼图下面是一个盖板 不玩的时候可以把它盖起来 话不多说我们这就开始吧 拼图的规则在上面也写了 调整这些木棒让它们保持在同一条水平线上 这好像是一个数学题 我的思路是先把这些木棒从长到短一次排列 木棒一共有17根 可以看到很多木棒的长度差别都在毫厘之间 我预感到这将是一个艰难的挑战 盘子上面的凹槽也是撑之不齐的 让所有的木棒保持在同一条水平线上 是一个很大的计算量 如果它是这条边在下面 我就知道该怎么拼了 最长的木条就放在最靠下的槽里 以此类推 这结果比我想象的要好 虽然它们还不在同一条水平线上 但仔细看的话可以得到一些很重要的信息 这里是最低的 这个地方是最高的 现在我们进行一个脑补 哪一排的高度最接近最后水平线的高度呢 平均来看应该是第三排 把其他的全部拿出来重新排列 高度就参考第三排 剩下这两根无论放在哪一排都会超出很多 一定是我前面的木条利用的不合理 这次还是差一点 不过我发现有几排几乎已经在同一个水平上了 我们先把这些明显不齐的给撬出来 剩下这五排里面有四排是一样高的 前面已经讲到了 第三排只是我们假定的一个范围 并不是真正的水平高度 既然另外四排是一样高的 那很有可能它们就是正确答案 还有最后一排 又到了静态时刻了 你们觉得这次我能成功吗 好的搞定了 是不是正确答案了 我目测它们是在同一条水平上了 不过还是要严谨一些的 加一条幅度线会看得更清楚 非常笔直 这下没问题了 我总感觉这款拼图可以有更好的方法解出来 数学比较好的小伙伴可以来试一下